日本人勃然大怒 把服务员叫了 滚 你给什么的干活 唱一点哟 一中天明场面合集 学术界一直有人有一种声音 叫做中华文明断裂论 就中华文明断裂了 送以后就 中华文明就中断了 就是史学界有这样的 然后不断说哪又断了 哪又断了 哪又断了 但是我的 我个人的观点 认为中华文明是 世界上唯一一种 从原始社会诞生 从第一代文明时期 就延续至今 一直没有中断的文明 如果我这个说法成立的话 后面结论也很简单 它还会延续下去 表面上看 很多很多东西都变了 但是魂真的到现在 还是没有变过 这才有了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哪怕你飘洋过海 哪怕你嫁了洋人 哪怕你生出个混血 你最后还是 Chinese 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啊 确实是有血性的 原本是有血性的 旅往勾建 这大家都知道吧 恶心常胆啊 旅往勾建 最不是东西 恶心常胆的故事 我建议不要再讲 坏透了 他为了报仇 他出口给吴国的道种 都是煮熟了的 结果吴国的农民拿去种 颗粒无收 我这种家伙 他要是做奶粉的话 他不放山去清安才怪呢 而且他最后胜利了以后 心里变态啊 你想他受多少苦 卧心常胆 到吴王的王公里 去吃吴王的粪便 什么事情都做出来了 就是为了他当年的那个 复仇和他出任投递 他成功了以后怎么样呢 成功了以后 帮助他成功的 有两位大夫 一位是范李大夫 一位是文总大夫 范李大夫就跟文总大夫说 我们这个君王啊 可以共患难 不能共富贵 现在他已经成功了 我们两个得走 文总说 拿这个我好不容易成功了 是不是啊 我都把我们这个 越国公司做成世界五百强了 你现在说我不做CEO了 那不干 范李就走了 文总留下来 留下来以后 月王勾件 送他一把宝剑 说当年先生教给我 消灭吴国的七种办法 寡人只用了四种办法 就把吴王夫差给干掉了 现在还剩三种办法 没地方死 要不你自己用用 坏不坏 文总大夫只好自杀 临死之前文总大夫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这句有名的话 后来不会被误认为是韩信说的 实际上是文总说的 怎么说的呢 脚兔死 走狗喷 高了尽 凉工厂 敌国破 谋成亡 酷死狗喷 咬尽工厂 就是一个 人际关系的手段是什么呢 中国人是靠什么来维系 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家庭 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基本 最原始 最不可分割的基层单位 那我再问大家 在中国人的家庭当中谁是核心 谁是这个家庭实质上的核心 家长 家长是谁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 中国社会特殊性表现在哪里呢 在礼仪上 在制度上 家庭的手上 是副家长 就是爷爷 或者父亲 男性的 而真正把这个家庭维系起来的 真正的人物 是母亲 比方说 在中国一个女孩子出嫁了 她原来的家叫什么家 娘家 她丈夫的家叫什么家 婆家 娘家不能叫爹家 婆家不能叫公家 说明什么呢 说明家庭其实是以母亲为中心的 是以母亲为标 我觉得就是到这个地步 大家确实有点不忍心吗 那当然了 就是你说的 你做了那个最可憨的人 其实让不理解 其实我这个人 其实最喜欢革命一起 我这个 看一个人 其实标准 很简单 我只问一个问题 他出卖过朋友没有 我也是 其实刚才那个医老师说的 我也是这样 你只要不突破我底线 我觉得这是人性的自然表达 但你管人家干什么了 他只要不突破我底线就行 那么你讲义气 我觉得这人就可笑 我特别赞成刚才这个 叶潭说的那个人性的两个字 就是 我们古代讲这个义啊 铁材中啊 就把这个绑一块 把端挑出来 刚说这个义啊 它确实有很多合理的地方 所以你 你现在还把这个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妻 朋友 称为五轮嘛 对 就是人际关系的五种 最重要的关系 现在我们就把君臣要拿掉 五轮呢 换成四轮 这四轮就要保留下来了 我们没有君臣关系的嘛 那么 那你父子 当然我们还可以加个 父子兄弟 夫妻朋友嘛 对不对 对 这是人 这个人必须要有的东西 所以现在法治社会 就是哪怕是法治社会 讲法 讲执法如山 讲铁面无私 等等 它保留一条 就是赞成轻轻向盈 第二个发现 咖啡杯里有苍蝇的是 日本人 日本人勃然大怒 巴格亚鲁 把服务员叫 滚 你给什么的干活 苍蝇的有